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您有升局到教育版 這裡會多一個學士帽 如果沒有的 就是只有它單純LOGO在這邊 這樣大概清楚 所以從LOGO也可以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是線上版的 那麼如果您從這裡選擇也是一樣 你不要忘記它下面還有 這裡有卷軸 所以這樣還蠻多的 當然它也有做分類 看你是要比較照片式的 還是屬於專業的 也可以用搜尋的 那像右手邊的話其實 線上版的這個已經有點不一樣 就是說在右手邊它現在 把新制圖也加進來了 我看一下後面這個出來有沒有 在這裡 你看右手邊這裡 這個就是新制圖的做法 像這一種的 它現在新的在上面又多了好幾個 有沒有 這都是新制圖的方式 也就是說其實它真的跟新制圖是很像的 只是呈現方式 比較活潑一點 那不管你選擇哪一個 都沒有關係 像我在這邊我先用桌上版 會比較快一點 好那我就來挑一個 假設我要這個 你就使用範本 事實上其實我做了大概十幾二十幾個之後 我現在是比較喜歡用Blank 為什麼 因為空白的一張紙 我想怎麼樣就怎樣 你就不受限它的範本 那剛開始大家 因為還跳不出那個PowerPoint 就是那個 炒舊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用範本的方式 先讓它帶你去 做一些不一樣的變化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先用範本 好進來之後呢 其實真的不要急 先怎麼樣 先Present 有沒有左上角 因為你要先看看到底怎麼玩啊 對不對 那我們簡報大家都會的 上一頁下一頁 page out page down 或者直接按空白鍵 有沒有 那你先要了解就是說 它的什麼 簡報的順序 它到底第一個位置在哪裡 它實際上 各位如果你仔細看 看到左手邊 你就不覺得 有什麼陌生的地方 因為你學過的PowerPoint 就是這樣做的 對不對 一樣左邊也是slide 那第一張第二張第三張第四張 這樣而已 只是在 都是同一張 所以你從這邊點 是這樣也可以 對不對 我們這樣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當然它比較特別的操作 就是你可以 包括你用滾輪也可以 把手的滾輪 包括你的空白的地方移動 這是它最大不同 因為事實上它本身是一個Flash 是一個Flash 那現在呢 你第一個 這個已經會了 套用範本會了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嘗試看看 那麼 第一個 大家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打中文 打中文 打中文你會遇到什麼問題 因為剛剛 這樣子 假設我現在第一個 我先在這裡打 這個 好這裡 你看點到它 放大縮小移動 這都沒問題 那現在它是一個group 就是一個群組 你也可以放大一點沒關係 我先 點到這裡面 把它取消群組一下 好 個別點 有沒有可以編輯文字 嗯 然後呢 編輯文字 其實一般我們在簡報用的 主要就是 會用到三種 大標 四標 四標 跟內文 對不對 因為簡報本來就不適合放太多文字 嗯 所以您從這邊進來也可以自己挑 但是重點是 要打中文的 好我把它換成中文 沒有人理你對不對 直接編這樣怎麼辦 這裡有兩種解決方式 一般的話 我們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從所謂的布景主題 各位 我們在Windows 是不是所謂的布景主題 你從這邊點進來 看到大大的中文 看到齁 可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它現在套用的是這樣子 你套用這個之後它的布景就會相對 那些字的顏色會稍微改變 你看我們簡報裡面也有 一樣的道理 點到這邊 它這邊就會馬上改變 那麼這裡您還會遇到的 如果您是用線上的版本 假設你網路速度比較慢的時候 就算你切過去這個中文的布景主題 有可能字還是打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中文的字體比較大 好中文字體比較大 所以呢 稍微留意一下 萬一打不出來的 就要注意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個字就變顏色了 有沒有背景也變了 那先不管它 我們先確認一下到底能不能打中文 編輯 中文有沒有出來了 但是 最令人氣餒的地方會出現在這裡 我要打說明的說 怕不出來 它缺的字不是那種 罕見字喔 它是常用字也缺喔 所以 你會發現 這是它目前需要改進的 那我現在的做法 以我現在的做法的話 我就是在哪裡 在這邊的話我會去 我看一下喔 在這邊 有些部分我會用英文的方式去呈現 不得已 像有些地方不得已 我就只要用英文 像Enjoy 這個應該還好 這幾個都還OK 反正 幾個比較常用的字就很討厭 它就剛好沒有啊 剛好沒有我就 比較傷腦筋 我就會先暫時用英文的方式呈現 那 這是第一種解決方式 那如果你覺得 這樣還是太麻煩 沒有關係 就把文字變圖片而已 那文字變圖片怎麼做 您看一下我們上次 在這邊 剛剛有請大家 是下載這個相關軟體 Photocap還記得嗎 如果您曾經來過的 您可以從這邊 找到 下載之後 有一個那個Photocap的執行檔 你把它打開 好 您就從這邊 開一個新的檔案 開一個新的檔案來做編輯 那一般來講 因為我們的文字做標題文字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比較扁的 扁的比較多嗎 比較少長的 當然如果您內容多也可以變長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先設 比如說大概六百次啊 乘兩百左右這樣就夠了 當然你也可以再更大一點 好OK 這樣子就變比較扁平了 那麼這時候您就可以從我們的右手邊 你看文字有沒有三種 對不對 有三種 那看您要怎麼去呈現 第一種最單純的 就是直接打了就有 就打了就有 那我先把畫面先還給大家 您先試看看 等一下我把這個做好 我們一起貼上去試一下 您就會馬上清楚說 怎麼去做處理的 好我把畫面先還給大家